好 那我們就先看怎麼用 等一下再回頭去改裡面的細項 在註解裡面 我已經做好了一個叫TB S01了 然後用的部分就是按這一顆 就叫表格 它就是插入表格的意思 那快速顯示TB 你也可以直接打TB 就可以進行插入表格 或者是R按鈕 好 那跳出這一個 第一件事情是不是先選 我要用什麼形式 你當然也可以用別的 內建的Stand 好 我先選我要的 然後第二個 選插入模式 插入模式有兩種 一個叫指定插入點 一個叫指定視窗 如果你用的是指定插入點 下面這些是固定的 你要幾行 直接打 你要幾列 直接打 假設我要五行 十列好了 十列就是等一下下面要有十條 那五行 十列 那這裡很奇怪 你為什麼這裡都行 這裡就是藍呢 文字的部分 是不是應該就是藍數跟藍寬 那這邊就 算了 就這樣 嗯 好 假設五行 每一行你要多寬 就在這裡改 好 假設我說五十 那列高 列高不是用數字 列高是用一個文字高 還是兩個文字高 這樣來調的 那通常我一個文字 我就給一個文字高 就好了 那所以假設 等一下我會五行 十列 那我按一下確定 我就直接可以在螢幕中插 但是我先偷偷問一下 你想想看 如果我現在插進去 到底會有幾列 的一個表格被我插進去 會有幾列 如果我現在就這樣 五五十十一 按確定插進去 會有幾列 我會這麼問 絕對不是十列嗎 對不對 你注意看這裡寫 資料列十列 資料列 所以光下面的資料 所以則是十列 但是我還在多一個標頭 再一個標題 所以它會差十二列 所以按確定 點下去 是它會差十二列給你 總共會是十二列 那第一個是標題 標題是不是標開題黃色的 你看內建就是標開題黃色的 然後用的是TT01 所以我在這裡打字的時候 就真的會是標開題黃色的 那這裡的用法跟Excel 是一模一樣 按Enter就會換跳下一個儲存格 換跳下一個 或者是按左右 左右 上下 切換儲存格 完全就是跟Excel 一模一樣 那第二列 第二列是 那個標頭 標頭是 青色的細明體 對不對 那資料列的部分就是 大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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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沒有改顏色 對吧 然後就是資料列 所以這邊的 插入之後大家就會用 就跟Excel幾乎是一模一樣 那你就是可以進行打字 只是說我們在設計這個表格的時候 就已經先把第一列跟第二列跟第三列一下 全部都已經把格式先固定下來 先固定下來 好 那你試一下 來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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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ão 超小刀 好 好 感谢观看